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要做一件重要的事儿去 OK 开始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武当行 二 二什么意思呢 就其实 从中龙语什么 中 什么呀中 对不起啊 陈诗行 我都晕菜了 陈诗行那个 我 我只是说我去武当看看 如果切磋 可以切磋 没想到陈诗行那两分钟的视频呢 挖苦 这让我很不满意 所以我就直接开始怼 那么 大家可能又误会了 误会在哪了 说徐晓东你怎么到处打 到处踢管 因为你们不是武林的人 武林的人讲究什么呀 讲究的是 以于 比自己的高的选手 或者名气大的人 一起切磋交流为荣誉 这不一龙整天还跟太森打呢 对吧 对吧 原来我还说跟周世明要打呢 周世明那么轻那么小 但人家是奥运冠军啊 我想跟他打 我想真的看看奥运冠军到底什么水平 这个没有错 很多人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对于武林来说 你们不懂 如果你们练我就知道 一切是跟最牛逼的高手打 那才是真正的武林 真正的比武切磋 陈诗行 身为一个武当的传人不懂武林 胡说八道 让东哥特别失望 所以呢 东哥也觉得这孩子就这样了 我去武当纯粹去旅游 说能碰见他 我打个招呼 我说能切磋吗 他说能就切磋 他不说吗 打不怕 聊 可以聊 你别给我使这些外交手段 我听了就想吐 没有打不打 比武切磋 东哥呀 不用拳头打你脸 你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呀 你别给你打坏了 东哥推你几下 拴几跟头就完了 知道了吧 陈诗行 你也别胡说八道 说这打那 比武之人 武林之人 比武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你司机干嘛用的 是开车用的 练武人干嘛的 就是打嘛 就是比武啊 你做什么行业 做什么行业的事 陈诗强 你不是武当武术吗 你是武当的体操吗 我问你 对吗 你不是体操 你是自己那空翻吗 那是体操 你不是武术吗 武术是跟人切磋打的 玩什么呢 所以这事啊 特别那什么 现在还有很多网友 跟我说 这陈诗行啊 想当年啊 也上 什么事啊 完了 跟人比剑 结果被人家 把剑给打掉了 特丢人 再后来呢 要求呢 涉事组把那个段给掐了 呦 我一想 这不跟雷雷有点像吗 但是 陈诗行 打今天 我还再说一遍 你呢 我看不起你 你不懂 你不是什么武林中人 所以我懒得跟你打 如果你的那帮全民亚欠招 没关系 你就跟你们欠全民说 我徐晓东随时到武当 找你呢 比武切磋 高高行行的 我放心 不把你打哭 也不把你打破 我就是推推手啊 摔一摔 以武会友 你 你不当我的朋友 我也不当你 无所谓 你就不打不打 爱打不打 我去旅游 跟你没啥关系 啊 陈诗行 别跟你们武当丢人 我从来也没说武当不好 我也从来没骂过武当 对吗 陈诗行 你的一言一行 你要记住了 有些时候 你可能 被那些全民误解 你代表武当 所以你说话要注意 东哥 东哥你那么狂 你这啥 我狂 我说到全做到了呀 我他妈连屎都敢吃啊 我说到做到了 这就是江湖中人 陈诗行你是吗 江湖中人 以武会友 天经地义 那是最高的荣誉 你荣誉过吗 啊 所以就算了 我呢就懒得搭理你 别给你啊 别给武当丢人 啊 让大家 再留点回忆吧 别让东哥都给毁了 下面呢 大家看刚才那视频了吧 那个视频呢 就是 炼宇轩 某拳王 完了之后呢 听说也跟这个陈诗行急了 要打他 我说别呀 我说李武会友 完了之后呢 他呢 原来就是挑战 那个台湾的拳馆的 那个陈诗汉的 那炼宇轩 我跟他认识 实话 关系还行 为什么还行啊 他因为没骂过我 他骂我的话 那可不可 那关系就不好了 所以关系还行 他呢 起码也是打 不管 我不说了 打电话采访 开始 听听我们这个 炼宇轩小伙子怎么说啊 接着电话啊 还没通 还没通 不好意思 还没通 炼宇轩现在在美国呢 说想回来 回不来 被困在美国了 哈哈 在美国也好 好好训练吧 在哪都是训练吧 到现在还没接 这孩子干嘛呢 稍等啊 我给他打电话去啊 打过来了 喂 这个我给你打电话不接呀 我不知道 我刚才 我刚看到你打过来 马上给你回我来 好了 我现在正在录制节目 给大家问一问 大家 那个 我刚才把视频呢 发上去了 完了之后 大家也问 这个炼宇轩这个人 怎么又跟 陈时行 又怼起来了 你说说怎么回事 为什么呀 是这样 是从去年 2019年6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别人给我发了一个 他练那个叫 轻功 是不是 那个咱们不敢说什么 然后呢 他又发了他一个 练剑的一个视频 嗯 说 有什么说什么 行 练的 说实话 是个业余票友的水平 我也在练习无数套路 但是我感觉 那个剑的确是不得了 后来他又说能实战 能实战 当时呢 看了他的一个节目 就是他跟一个香港 一个演员 叫李佳 在微博 人家也有微博 就是跟人家比剑 那一看呢 就是安排好了一个套子 那我就说 你这不能实战呢 然后有很多人说 他是什么散打冠军 我说从1989年 第一届散打武术比赛 到现在每一届的冠军 都有记录啊 是吧 而且他是 他年龄也不大 八年后吧 8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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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查不到啊 这是任何的东西 所以说 他可能是什么省界的比赛 或者小型比赛吧 东哥也打过 小型比赛的冠军 这个东哥 你打的比赛什么呢 咱们都知道 北京的都知道这回事啊 你打的比赛 我认识你多少年了 我还不知道 但是他打的这个比赛 你根本查不到啊 而且他好像 他的粉丝说的是什么 他是全国三大冠军 全国三大冠军 那不开玩笑啊 这是他粉丝说的 这是他粉丝说的 那是黑粉 那姑妈 那是我的粉丝 来继续 再然后呢 然后就是前段时间 看到他在网上支持马宝国 那那就是说实话 就前面支持马宝国 后边马上他自己又盘回了 马宝国拿出了之后 你可以看看那个视频 我我我我我看了 他先说那老先生 说那的支持马宝国 对对对 后来说不知道怎么回事 给大家道歉 那不道歉了吗 是道歉 但是关键是怎么说呢 那你这前段不大后语啊 嗯 是不是 这马宝国呢 人家是一老人了 我不想说任何人的好 还是不好 就是说 但是你打的什么样 大家都看在眼里了 对不对 包括你这个陈道长也是 你到底会多少东西 你能忽悠那些不懂的 但是你能忽悠那些懂行的吗 就是忽悠不懂的 也有点难度 为什么 因为首先 您的 就是 怎么说呢 这是道长啊 嗯 您作为一个修道之人 道家讲究的是 无为无欲无求 是吧 无为而至 你说你想穿 对 无为而至 对 啊 这有点像民主这个 你不多说了 是吧 然后呢 你作为一个 想传播武术的人 你传播武术最好的途径 不是闭门造车 然后就是说 从网上发几个视频 跟别人说 你懂功夫 是吧 你应该以你 或者是以你学生 让他们去参加咱们国家区域总局主办的正规的比赛 去拿到成绩 不管是对抗也好 还是武术套路的比赛也好 你这样才能说明才能传播你的功夫啊 对不对 但是你呢 参加了那什么武术节的比赛 你自己看看那个规程 是吧 冠军录取百分之十 就是这一届 第三届 陈道长参加了 第三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也叫世界传统武术节 没错 是国际五连举办的 但是呢 冠军录取百分之十 亚军百分之二十 季军百分之三十 而且是每一个年龄 每一个组都分ABCD组 那这个含金量 咱是不是有点低呢 他这是表演的冠军呗 表演的冠军 而且你看看跟他参赛的人 都是什么人 什么人 这个你看看那些什么老头 老头老太太 拿着什么月牙铲 什么峨眉刺上去 那我想大家都明白是什么 这个 那个炼宇轩你身为一个打拳的人 打拳击的人 那你要说跟陈时行的话 你的意思是可以跟他讨教几招 以武会友了 对 那我觉得啊 如果真打拳脚的话 我觉得他打不过你 实话 但是你要说弃剑 那个剑呀 看比谁剑呀 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比你剑吧 那个剑我比不了他 我说的是比剑 兵器的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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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练习剑道 我没有单位 哦 他哪天要跟你切磋 你就惨了 人家比剑 哦 你跟我切磋 你拿菜刀 那不行 咱得合理合法 这不能胡说八道 我立马报警 完了之后 那那那你就说 也就说陈时行 他这个武术呢 应该还是属于是 表演套入的武术 如果真是三手之类 我觉得他的水平 可能也充其量 也就是个业余 中等 连高等都偏不上 我觉得业余的高等 一龙都可以在一回合 KOTA 差不多吧 这肯定没问题 你呢 你跟他打两回合吗 不用 我说了我只用拳 他用拳脚都行两分钟 两分钟才不到 我就输了 两分钟啊 这事我可以帮你搓搓 就是陈时行用拳脚 你呢用拳 就打散打的规则吧 完了两分钟 如果他要 你必须要KO他吗 必须KO他 不KO他我就输了 两分钟啊 不KO他你就输 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想跟他 咱们读点什么的 我读不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 我是一届穷书生 我哪有什么 你那么有钱 你现在听说你在买瑞肯呢 我在买瑞肯没钱呢 他才大呢 他消费地你不知道 没钱才去买瑞肯 咱们中国的穷逼都去买瑞肯 你是这意思吧 你可以问问 所有在买瑞肯的人消费 买瑞肯高还是达那高 达那现在属于是 达那现在属于是大国 我跟你说啊 玉仙我要警告你啊 你不许赞美美瑞肯 你必须要批评他 这样才好 没赞美他 我一直在骂他 我一直在说他消费低 对 美瑞肯消费太低了 那对政府来说就没有收入 这美瑞肯太坏了 让老百姓 那种那种 那种舒服是不应该的 对 对 美瑞肯的治安差 动不动有机关枪 排击炮 完了之后 三叉几的拖拉机 什么拖拉机 送送送送送送 夸张了 别闹了 美瑞肯没有 我夸张了是吗 好像人家看咱们这个金庸武侠的夸张了是吧 是这意思吧 这多差句话 是这样一样的 现在美国的治安 可不能说美国 美瑞肯 美瑞肯 他确实他治安是有点差 因为警察 但那个黑人的那个事件闹得挺严重 我这个节目不聊政治 那个我这节目第一不聊政治 第二点 你聊的话 你一定要批评美瑞肯 要不然东哥就倒霉了 一定要批评美瑞肯 美瑞肯就快陷落了 你知道吗 我希望中美友好 你还敢说中美友好 你这个 你这个 我想想雷雷怎么说啊 你这个卖国贼 你这个汉奸 不是 我卖什么国了 雷雷说的啊 打仗也打不过呀 我们十四亿人口 一人一肚明 那边就淹了 对不对啊 不 是不是开玩笑 说实话东哥 我不太想听这种 两国之间闹性矛盾的话 这个就不是咱们 咱们应该处有好 你看看 大家听听 人家 人家炼宇轩 还是有 有特别良好的期待的 不叫东哥 炼宇轩比东哥 要阳光的多 东哥比较阴险 咱们继续吧 那么这个陈世晴的事 那我帮你问问 万一陈世晴 哪天高兴呢 我说 我疫情过后啊 要去武当山旅游一趟 完了 你的意思呢 你的意思要跟我一块去是吗 说不定我比你快 你比我快 你比我快 但是我希望啊 咱们就有好切磋 人家呢 同意就同意 不同意 不能强求 强求那叫强奸 你关键 你人家陈世晴老师 还是个公的 你怎么能够强奸人家 你不应该啊 那就激进 你真讨厌 说这话 对吧 咱们不是那种人 行了 咱们继续 那你的意思就是 陈世晴老师的功夫 还是不到 完了 关键还支持 马保国这样的骗子 是这意思吧 对啊 咱只是说他功夫的实战性呢 我感觉你想推广啊 怎么说呢 东哥多说一句话啊 他说一个功夫 有一个武术 你要么好看 要么实用 你既不好看 又不实用 你又才干什么来的 他那功夫 应该我看 其实挺好看的 我看 那一会儿呢 那以后你问一下专业的 那我问吧 对对对 我问的 我觉得 但是呢 只能就是说 票有层次的 中上等吧 我不能说是最好 那你不能说这件最次 你肯定 他这陈道长 他这么长时间了 他肯定他有一定 有他一定的东西 咱不能把这件完全否认了 对对对 咱们现在说的这都就是说 以咱们 专业的角度来看 嗯 他是到什么程度 那如果要是说 陈道长说了 我叫的就不是专业的 那咱五号课 对对 那咱前面说的话 那那那那那那 那可能就是我自作作情了 对 陈道长说 我们就带带孩子 带带老头老太太 带带女的 完了玩一玩 健身 别当真 咱们就别计较人家了 你说呢 那好 那但是你在收徒弟教课的时候 你会先告诉你的徒弟说 你的功夫不实用 不能打实弹吗 你不会的 他肯定不说 说的好 说的好 是不是 然后再有一个呢 总的就是说 咱们国内的这些 这些传舞的这些脑残粉 我绝对支持传舞 我也连套路 你知道 对 而且我以后还要参加正规的比赛 别看我年龄大了 我跟你说 一样干 你多大了 套路 你多大了 你31 你31说了 那我他妈不成老B了 我呢 然后呢 这些传舞的这些脑残粉 我希望你们能醒醒 别把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里当真的 对不对 就是说不要让别人觉得 咱们的智商 不要让外人 咱不是外国人 不要让外人觉得咱们的智商低到如此的程度 你养生养什么生 世界全世界活过超过去一百多岁的多了 哪个是练太极 哪个是练这玩意 练船舞养生养出来的 说的好 说的好 你这东西你不能 你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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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说下话 那胡说八道那就是 这不这是经常的事吗 我从来就没说过两个字 什么警告 什么教训 这是自媒体他们自由发挥的 对对对 我看什么武当局的什么 我警告教训 陈道长他多大 我教训能找人家吗 我警告什么呀 我警告那是危险 你报警抓我得了 法治社会想什么呢 对不对 对对 比武就说比武责任他的东西 我不是说了吗 这这事我帮你 我帮你撮合撮合 我帮你撮合 我估摸了陈志明 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 陈志明老师应该不会同意 肯定说瞧不起你 你这样的不配跟他打 我估摸着 那你不配 那我不配跟他打 那就没办法了 那你想是他 他想说什么是他的自由 我不能把他嘴封起来 但是呢 我该去还是要去 这跟我一样 我该旅游我也旅游去 对 行 那个 最后一本小问题 正好问问 您这名字很多人不熟 但是提一个人呢 这个台湾的陈志明餐馆长 人家很多人 哦 有 我们都认识 那好吧 听说练宇轩 练大侠 还有挑战陈志明 咱们现在不挑战了 挑战 打他算挑战吗 哎 你这话说的 以武会友 对吧 我说错了 以武会友 以武会友 对对对 还有一个 他那边的老大让我去 不是 你不要说的高度 那个戴高帽子啊 武林的事就说武林 我觉得啊 疫情极千啊 客观条件下 各种主观客观条件下 我去得了吗 对对对 就完了 另外一个呢 这个我个人 孙耀东个人 严重的声明 就是我肯定反对 呃 联宇轩跟陈志明餐馆长的比武 绝对反对 都是很真实的 都是 都是 都是同胞何必呢 行了 就这么着吧 那我先挂了啊 谢谢啊 好 拜拜 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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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我都不好说什么了 不好意思啊 完了之后 正好 他呀 呃 这电影圈啊 跟我说这个 这个 陈志明这武术的事 正好 咱们找找 这个 这个人啊 这是一个女孩 咱们我先微信他一下 听说他是练传统武术 特别高的一个女孩 来 我采访一下 看看他对陈志明的见解 来 你好 哎 东哥你好 姑娘 大概方您啊 我 七零 八零 九零 你几零后啊 九零 哎 九零后的姑娘 哎 姑娘 你好 那个方便说您的名字吗 方便 我叫许七格 然后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 我叫许七格 然后是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 以前是辽宁省专业武术运动员 呃你在二零零六年获得 第一个冠冠冠军 然后二零零七年呃 获得的是国家颁发的剑将等级证书 然后往后是2008年到2011年 均获得全国锦标赛和冠军赛的冠军 你好厉害啊 就是专业运动员基本都会参加一些正规的比赛 然后都会取得一些成绩吧 哥哥你听我说啊 你这个档次真有点像李连杰老师或吴京老师的档次了 对吧 差不多 但是我今年可能没有他们高了 另外您知道吗 您是北京体育学院全国五大体育学院之一的北京体育学院毕业的高材生 还是全国的套路冠军没错吧 对的 所以说我采访您 您有一定的发言权 让那些广大的网友也可以听 对吧 可以 都采访一下 就是这个武当吧 最近这武当也不知道怎么这说我 完了我就问问这武当这个陈诗行您了解吗 或看过他的一些比赛或者一些东西吗 您评价一下他这个第一啊能打吗 第二就是不能打如果套路来说他算什么等级的套路冠军 首先我讲一下这个比赛吧 好吧这个 这个比赛是每个比赛都是需要国家认可的 然后一个是国家承办的 一个是个人或者是单位组织承办的 然后个人单位承办的就是属于分一二三灯奖 国家承办的就是分冠军冀军和亚军 然后这个一二三灯奖的含金量就是稍微低了点 因为一二三灯奖是按照这个项目的报名人数 然后里面 获取百分之十或者是多少来获得这个一灯奖 就是有很多人就是能获得这个一灯奖 然后这些是在网上都可以查到那个 往年的比赛和规则和规程都可以查到的 然后这个就是国家承办的就是冠军就是一个 季军也是一个 然后亚军也是一个 就是这样 哦 那他那个冠军的水分有点多对吧 对对对 那你觉得他那个水平怎么样 水平我就不能按照这个竞技武术专业的角度来 标准来衡量他 因为他这个是我了解过他一些视频 然后他练的是属于武当的风格和特点 他有他的这个那个门派的自创练习的这个建树的特点 是吧 因为他练的是自创的就是属于自己的门派自创的这个建树 然后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来衡量他 他不像竞技体育有这个打分的标准和制度 陈道长这个练习的在这个民间和业余的这个圈子里面来说 可以算是属于中上等吧 还算比较好一点的 还得是民间的中上等是吧 对对对 因为这个竞技体育要是对他来说的话 就是稍微就是没办法衡量这个不在一个档次上面 他如果他这水平呢要参加全国锦标赛 您觉得他能得第几啊 他这个怎么说呢 如果要是打分的话 比如说十分满分的话 可以打到 就是属于个人承担的比赛 可以打到九分左右 那不错呀 那国家级承担的比赛呢 国家级这个就没办法衡量 他得几分吧 你就说吧 有什么衡量不衡量的 你就直话直说 直话直说呀 那 因为军季区域 没有这种去比赛的 如果非要打一个分的话 就是8.5 8.6分以上吧 那有多高啊 那真不错了 那挺好啊 陈世行 这个反正现在是 因为不在一个层次上面 如果用是就是 民间和业余的这个眼光来看他的话 还算是可以 好的 因为 说说 因为之前我带那个 练一轩也练过一段时间 这个建树 他还练建树 对对对 您在哪呢 您在在中国吗 对在中国 在哪呢北京啊 他之前来大连找过我 练那个学习建树 我之前在大连 您现在也在大连呢是吧 现在在沈阳 沈阳 我还以为在大连 你要在大连 你帮我 帮我快递点樱桃吧 我爱吃樱桃 早说呀 行 那姑娘 那谢谢您 那如果说陈世行 他那个散打实战 您觉得怎么样啊 散打实战啊 这个我看 因为他这个是属于 武术 武术套路嘛 武术套路就属于一个是 一个是表演的 一个是竞技比赛的 他这个是 没有实战性 应该是 我看他那轻功啊 跳起来 叼叼叼叼叼的 跟小螳螂似的 那不也不错吗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轻功是 就是看他那个 就是视频 稍微有点胆量 和懂一些运动 技巧技能的 如果就是想念那个轻功 我觉得差不多都可以 尤其是就是 哭爱跑酷的那些 如果想念的话 就都差不多 行了 太谢谢姑娘啊 对您的采访到此为止 谢谢您啊姑娘 反正他们加微信了 有什么事常联系 主要是加你微信 主要是为了 大连的樱桃啊姑娘 好嘞 好嘞东哥 爱你摸摸的 就是我觉得啊 我采访的朋友们呢 就是简洁一概 多简单的事吧 我现在发现 多简单的事 在中国对很多人来说 全会复杂化 真的累 好 我直接总结一下啊 采访了 练续轩 打拳的 又采访了这个 那个格格 那个姑娘 全国真正的比赛 紧标的冠军 人家自爆加门了 不信大家查 对吧 又采访了这个跑酷的人 那么从实战来说 练续轩说了 你这个陈世行 你这个不行了 你什么三大冠军 都没听说过呀 还是全国 你要说各个地方省市 地区的三大冠军 那行 东哥也是北京市 是商业 商业型的比赛的冠军 我也不配是北京总冠军 不是 商业比赛拿过一次到两次 陈世行如果这样的也行 但陈世行说是全国三大冠军 追你吗 比东哥可不敢说 卧槽 这太牛了 所以我也对陈世行的实战 提出了一意 我觉得看他那个打靶呀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业余爱好者 中上等水平 比跟一龙没得比 人家一龙是业余的高级水平 那打陈世行 打十个都行 好了 我再说啊 所以说 从他的实战来说 我是质疑的 那么 人家练一轩说了 要弄 要弄 两回合 不KO他 算练一轩输 我觉得可以打 陈世行 你想想可以练 可以跟那个练一轩练 但是 这都是双方自愿的嘛 陈世行你要不愿意就算了 没关系啊 东哥我说了 东哥跟你也是 比武就比武 不比武 不比武就不比武 对吧 但是你的嘴别那么贱 就完了 完了之后 第二个呢 那格格全国武术冠冠军 武术冠军呢 人家说了 陈世行您这个呢 要是说走民间表演的这个套路很好 您那上不了国际比赛 或者国家的比赛 您上不了 但是呢 您要说 民间套路还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格格 人家表达的也比较中庸 我也觉得同意 因为东哥虽然不套路打 但是东哥也能看一些套路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啊 练语轩的套路 他的套路不是实战 他是套路啊 跟陈世行 陈世行的套路还是比较好看 起码要好看 那套路不就好看吗 所以我陈世行的套路还是挺好看的 对 完了 阿姨啊 孩子们看看还是挺高兴的 老头老太太 对 完了 第三个呢 就是跑酷 他跟那清歌 什么清歌呀 清公米 清公米大家也看见了 跑酷同志呢 说陈世行的清宫 从跑酷的感觉还是有一定的功夫 有一定的 但是呢 跑酷人说了 就不太喜欢听 陈世行说 跑酷伤身 清宫养生 说这个没有实时依据 这个我提大家也说出来 但是人家也承认了 我啊 我 我 徐晓东就是一切公平 人家 陈世行的清宫啊 在我眼里 没什么清宫 人家可能就是轻点跳起来 但是呢 还是表演的挺漂亮 所以我最后评价 陈世行啊 就是武术套路呢 算是业余当中的高手 真的不错 业余的业余的啊 呃 清宫呢 我觉得应该算是业余当中的高手 业余当中的高手 应该是不错了 但是跟跑酷比 那人家跑酷 人家也非常的直接 人家说了 也不确定 不知道什么地形 所以不敢说 所以咱们这个没得比 但是应该也是不错啊 陈时战呢 我个人质疑陈世行 就是打散打的实战 然后练余轩也说了 跟他打 练余轩很轻 跟陈世行差不多的体重 可以试试 陈世行 对 是不是拉倒啊 所以东哥这次武当行二 这个呢 就是非常中立的 把陈世行的 从实战 到传统武术的套路 到这个清宫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又找啊 像这个练余轩 那个搏击拳手 和特别棒的 格格全国锦标赛的冠军 格格又找了 又找了一个张云鹏 这小伙子跑酷的 评价了一下 评价一下呢 最后呢 就是相对来说 这陈世行的实战和 轻功和套路呢 是比较高的 实战能力稍微低一点 所以呢 网友们呢 就是最后看什么评价 我还这句话 真是有的人说的真是对 就是武术有两项 一项是表演型的 一项是实战型的 所以陈世行 从表演型来说 他已经做的不错了 这东哥也要表扬 实话实事求是 还那句话 只要你不犯欠 你都是高高在上 东哥也不会找你麻烦 东哥找 也不可能找你麻烦 就是义武会有 这真的是纯义武会有 但是陈世行 我也想了 我体重在这呢 我现在94五了都 完了之后 不打你 就是推你摔你 你也飞出去 实话实话 这体重特别转管用 就跟你们说 那个王湛海 跟那个玄武 玄武磕头似的 我就告诉大家 我这体重的摔玄武 也跟摔小鸡子似的 但是王湛海摔玄武 我相信也跟摔小鸡子似的 王湛海 玄武是没见过 人家磕头磕头磕头了 咱也不说了 我专门做了一个 玄武的一个节目 应该这两天就发 实话 还那句话 非常中立的来 把玄武之前 所作所为 跟我的事 我把视频都放出来 大家看 有意思 东哥呢 一切都真实的来 我也希望以后 我采访的朋友们啊 直来直去的说 别就那么默契 好家伙 累个他妈费劲的 所以你评价一个人 你就直接评价就完了 你还得绕着弯 绕着弯 绕着弯 他不管是什么跑酷的 或传武术这帮姐姐妹妹 还有哥们 说话太绕人 你就直来直去 跑酷的 他就跳还行 不错 但是这个我们反对 他这个这说的不对 这个套路还行 但是他那个呢 跟职业比起来 跟全国比起来不行 就直接说就完了 绕了半天 后累的 东哥来回绕什么呀 是因为 我很多人听不懂 中国那什么多 你也知道二子傻缺多 所以东哥得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的去说 行了 今天的武当行啊 谢谢大家